房先生33岁 十年前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让原本身体健康充满朝气的他 变成终身残疾 后半生只能依靠轮椅生活 车祸 当时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站不起来 将近三年没有怎么出我家门 因为我觉得我无法面对外面的世界和外面的眼光 但是有如此生死经历的房先生 现在却是一家传媒公司的CEO 引领着近百位员工创业 房先生的公司位于一个产业园区内 公司面积近几百平 会议室 研发部 营销部样样俱全 由于采访的当天是周末 我们没有看到公司的员工 但是从这些工位上 我们不难看出工作日时这里的繁忙景象 那么在房先生的背后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他又是如何从濒临死亡 走到成功人士这一步的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